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台湾新光大道 我是黄玉清 好 我们今天上午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民进党的动态 也就是今天呢 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这个蔡英文 她现在所谓的竞选架构 今天可以说是大事底定了 同时在稍早也开了记者会宣布 好 在这整个名单当中 我们稍后要带你来分析一下 之后她在打这个选战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名单就定位 是否是真的能够帮她全力冲刺打选战有大大加分的效果 而在讨论之前 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的前民进党立委 郑韵鹏 五安 第二位是我们的资深媒体员黄光晴 大五安 第三位是我们的姚立民 姚教授 大家好 再是我们的唐湘龙 大家好 以及我们的刘亦宏 大家好 好 今天上午在稍早的这个记者会当中呢 由蔡英文来亲自领军 而出席的还包括了民进党的几大天王 由苏谢 以及还有很多的这个重要的干部出席 好 现在他们的这个竞选架构大事底定 我们先已经赶快把这个东西整理出来给大家看看 好 蔡英文呢 这次她要来拼这个总统大选 这个在之前呢 就说苏贞昌到底要放在什么位置呢 好 现在苏贞昌呢 现在可以说是最后底定 她还是这个不出外界所料 她担任竞选架构主委 好 她担任竞选架构主委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谢长廷在什么位置 谢昌廷她是在一个总指挥的位置 然后呢 这个游锡坤是放在总督导的位置 而在这三巨头都大事底定之后呢 所谓的竞选总干事 就是心系的重要要角 吴乃仁 好 我们看到了这四个重要的这个接班梯次 也不是接班梯次 就是这四个这个所谓的总统大选的 这个在前线的打仗组合 今天是大事底定了 有没有出乎外界的意外 而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布局跟安排 对这个参与文的2012总统大选布局 真的是加分的吗 韵鹏怎么看 加分我认为这四位其实是党内问题 都是党内前辈了 所以加分未必 但是我觉得至少支持者可以松两口气 第一口气是说 该就位的都已经就位了 不管说他挂什么名字 至少大家都已经在同一个场合开记者会了 那包含里面大家认为有心结的 或者怎么样的 那也都做在一起了嘛 那这样就可以大大的放心了 那第二口气就是说 他们几位都不是副手 副手会是他们几位以外的人 所以大家也可以不用去猜测说 苏贞昌啦 谢长廷啦 游锡坤 要不要怎么样 那副手的问题就是 这四位以外的其他人 那我觉得对于整个安定明星来讲 或做其他整个竞选往下面 执行面的架构 我觉得都是一个好的起步啦 好的起步 那尤其是我觉得是 对于苏院长来说我相信啦 大家不管怎么去排什么 主委啦 总指挥啦 总督导啦 其实这不重要 怎么排苏贞昌都会排在第一位 所以我觉得这个尊重有效啦 包含你们那个大头像你们都放前面嘛 所以这个有一些顺序跟大小排出来 我觉得对苏院长自己 或者说他支持者 或者说整个民进党来说 有效才对啊 那大致上来说以后都会比较顺利 是有交代到了 但是之前的苏宪 人家说的结怨这么深 而这一次呢也包括了蔡英文 跟苏文昌在这一次的初选当中的裂缝 好就算是大事底定了 很多人就是松了一口气了 看起来这个位置安排也OK了 但是接下来大家都能够全心全意 真的如他们所说的来去打这场选战 不会有人扯后腿吗 光秦怎么看 这次民进党他们的这个组合 显然就是说立委跟这个总统大选他们两项并选他们是并进的 那也是从这个名单看出来就是说 蔡英文他一个人独武 那过去我们看到曾经是将士像的人 好像就变成狙马炮了 他们必须要变成化身一个棋子 这个棋子是某种程度要发挥功能性 所以把它摆在部分区里面安全名单之外的压阵 希望能带动整体的战力 而且他们在这个选举的组织架构上面 刚刚一清有提到嘛 他们有相当的这个职务担当 所以这时候只有大我并没有小我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议题上反观国民党在部分区 有没有这样一个安排 那会不会被他们的气势给压过 那为什么不用同样的这个方式都有人讨论 但是有人有两极化的一个讨论 认为说这个书泄油压阵 会不会发生这个真的是磁破天惊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是一个问号 第二个如果摆在安全名单之外 而且那个名次是从16名之后 是16、17、18或17、18、19 更加强大家外界的观感就是 他们不是要去当一席立委的嘛 那更不会有说其他说要去进去争龙头啊 在国会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权力争夺战 那唯一就是我们讲说输血旅游 输血旅游大家都会老航上口 唯独是没有把修炼摆进去 这是自动把它淘汰了 那我觉得现在观察这个部分区名单 最主要是看到说 这个在这个鞠马炮这个大将 这个列队之外 其他的那个怎么安排 如果其他都是安排那个落选的立委 然后派系各个有一个代表的话 那这个名单完全是没有可看性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考验蔡英文 他的一个智慧了 好其他的人像几个比较受瞩目的 我们也为大家补充一下 像这一次我们看到了这个竞选总干事是吴乃仁 而副执行总干事有两位 一个就是林习耀 另外一个就是苏嘉全 而且同时苏嘉全还要来兼任中部竞选总部 好这样的整个布局来看 好这接下来到底要该怎么打这场选战 而我们现在这画面也传回来稍早的 这个民进党的整个记者会的一个最新状况 我们先来看一下 好蔡英文今天终于是公布他竞选总统的架构以及布局 首先要向各位介绍竞选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苏贞昌苏贤院长 2012年的总统大选绝对是攸关台湾未来发展关键性的一战 需要像苏贞昌苏贤院长这样具有丰富的政治历练 和高度的执行力的前辈来操持各项服选的事务的作业 好苏贞昌将会担任是蔡英文竞选架构的主委 那游锡坤是总督导 谢长廷是总指挥 那其实四大巨头宣示呢 这总统大选起跑 不过呢天王之间还是有言语讥讽的味道 包括了谢长廷在至此的时候特别表示说 希望呢能够在苏贞昌前院长的一个带领之下 能够使命必达 这个讥讽的意味相当浓厚 而且蔡英文也表示说下个礼拜呢 她竞选办公室就会进驻 以及会开始运作 把镜头先交还彭丽主播 好我们看到这也是在稍早的时候 您看到天王三巨头以及蔡英文等人 他们对于现在的2012的总统的这个竞选架构 来做了这样的一个宣示 不过我们记者也说了 其实在当中呢 还是可以看到出有一些较劲的味道 这姚老师怎么看 即便是如此 我必须要给吴乃仁这个一点掌声 因为这个是的确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至少在团结的形象上他达成了 这是吴乃仁的功劳 尤其在蔡出 这是吴乃仁的功劳 吴乃 吴乃 吴乃仁的功劳 那团结的形象至少达成了 连已经完整了 头已经完整 四肢都健全的 新潮流 贬系 泄系 会打仗的部队都进驻进去 换句话说 这整套的架构 我必须说 这个以吴乃仁这个作为作手 他完成了一个第一步很成功的任务 这个我必须要先说 因为的确不大 尤其在蔡出会 其实蛮尴尬的情况之下 在不分区现在派系在角力的背景之下 在副手根本还没有出现 说不定今天在镜头上就是 那这种情况之下 吴乃仁先把对外 对于他支持者最关心的一个团结的问题 先做了处理 而且把内部基本上 各派系最会选举的人 大概都拉进了竞选总部 这种情况之下 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国民党恐怕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这是一个很会打仗的部队 嗯嗯嗯